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不见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欢迎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是夏威 我是荣荣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于印尼的新住民好朋友 是我们的讲蜜亚 蜜亚 蜜亚好 还有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蜜亚的老公 蒋先生又有来到现场 对 好欢迎 夫妻要一起创业 然后等于说生活跟工作都在一起 对 那刚刚有说虽然有曾经争执过 但现在走来都还不错 对不对 你们这家店是叫 妈妈蜜亚 妈妈蜜亚南洋料理 南洋料理 那从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因为以前是台式再加上印尼士 现在把它变成南洋料理了 所以是不是有稍微地去做一些转变呢 是 因为一开始我们创业那时候确实什么都不懂 然后客户群也完全不知道是哪一个群组的客户群 比如说台湾或者印尼 后来因为台湾的客户群 台湾的菜太多了 那我们想要做比较不一样的 特别的 特别的菜 所以后来才会慢慢去转型做到南洋料理这个部分 是 那你们店里头的南洋料理要不要举一些招牌 招牌菜或者是米娅拿手的 或者是你们客人吃起来 客人常点的那个菜 就觉得说哇太好吃了 我们招牌是亚家的烧麦 什么东西 什么 烧麦 等一下烧麦不是港市吗 没有 它有一个 我们现在有经过食品卫生局认证 然后检验合格的 然后现在也在全省EEC里面在卖的一个产品 那个东西是冷冻 现在是以冷冻包装食品去卖的 当然现场也可以做这个东西 这是它现在的招牌 另外当然有一些招牌 比如说姜黄饭塔 姜黄饭塔 姜黄饭的 姜黄饭很重要 那是很传统的一个菜 这当然是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出来的 但是我们看那些姜黄饭 那个塔 那不是都很大吗 那如果一个人他进去点 有小分的可以点 有 我们已经有想过这个问题了 是的 因为也可以做成一个单人式的 单点式的单人式 那看起来就很可爱 还有刚好是符合一个人的食量 是 那庙的哪首呢 我们是那个姜黄饭的那个 哪首的菜 对 刚刚有说 还有那个新加坡的拉萨海鲜面 拉萨面 甚至像印尼他们的印尼 拿西国人 那个印尼炒饭 印尼炒面 还有冷当 冷当就巴东牛肉 也是很好吃 还有鸡肉汤 鸡肉汤 是 还有那个牛丸汤 OK 可是我听到这个名字 有包含了也有台味 也有港味 我觉得好丰富喔 对 然后我想要知道 就是你们南洋的总瓜 并不是只有单纯的走印尼风 对不对 是 也还包含了像你刚刚说 还有新加坡的 是 对 那你们的口味是偏 偏哪一种 偏哪个 甜鲜 酸辣的 酸什么之类的 比较 比较偏辣的 是 Mia你也喜欢辣吗 我很喜欢辣 因为如果没有吃辣的时候 好像吃不饱 因为辣会开胃 酸辣就是会开胃 对 那现在聊到了说 你们从无到有 那现在比如说一些食材 一些香料 是蒋先生负责呢 还是Mia你负责呢 我在负责 你在负责挑选食材跟香料吗 是啊 那通常你都 你都怎么 比如说印尼知名的香料 你都会以什么为主 什么那个 香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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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南姜 还有姜黄 还有就是 很多啦 就是大部分会 可以 主要 主要那个 柠檬叶 香茅叶 辣椒最多 辣椒最多 所以主要的在 在煮房负责 就是你 对 那先生的负责的部分呢 大致上我在协助于在 比如说 店里面的东西 坏掉 要维修 要整修 要增加设备 或者 哪些要联络客户的 或者是台湾客群 有订单 我去帮他做这个动作 是 那你们现在餐厅 总共有 有几道 几道菜 几道料理啊 你们记得起来吗 我不 其实 你们记得 那有创意型的吗 有创意型的吗 之前他有做到 之前也有 那我记得 最深刻的 那时候我还 给他一个创意说 听说有一种 可以把凤梨挖 把凤梨中间的肉 挖起来之后 然后去 把饭 饭进去 然后炖 炖成就像凤梨塔 凤梨包起来的一个饭 然后打开之后 热腾腾的这样去吃 好特别 因为他 就是有 我有时候给他一些创意 就是 外面是不是有人这样做 或者能不能把水果入菜 炒饭也可以这样就放 是 对 比如凤梨或者是芒果 其实都有很多创意料理 我们开始饿了 所以 所以蜜亚也会参考你的 创意去做一些尝试吗 蜜亚 有 有会参考 可是大部分 我们个人是印尼 所以有时候可能 一下下 接受这个菜 对 原来会大的 向下的菜 哦 是 那就是你们现在的客群呢 是属于 新住民朋友比较多 还是台湾的朋友 也 也还蛮能够 享受的 想要吃的 新住民朋友比较多 台湾来是偶尔过来这边 偶尔过 藏鲜 就我们藏鲜 我没吃过 那我来吃吃看 我来试试看 大部分还是客群 还是在新住民的部分 目前是这样 可是我刚刚有听到一点就是 蜜亚说 蜜 蜜很重要 可是我都以为蜜是属于那种什么 麻蜜吗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东南亚 对 都是大部分蜜算的 对不对 而且你们的辣跟就是一般我们认识的麻辣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们的辣蛮好吃的 真的蛮好吃的 我是觉得我自己台湾人吃会 麻辣是一种麻的感觉 他们的辣是 他们会辣到头皮都会翘起来 会翘起辣的那种 大辣的那种 当然它可以调整辣度 但是如果它不给我调整辣度的话 我也没办法把它整个吃完 虽然好吃 天啊这样感觉起来 这样超辣的感觉 对你们应该又变成什么小小辣 小辣中辣大辣 对会分这样子 会分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台湾人过来吃 我们会问 提醒他们 请问这位客人 你要大辣小辣 你能不能接受辣 我们去问这个东西 像我去去印尼料理还是泰国料理 我知道他们都是很辣 那我都会说 微微微辣 微辣就跟糖一样 那这样微微微的好几个 我怕那就太辣了 你这样子让厨师很难 很难去想说到底 微微微微微微是 但是它那个一锅料理 有一点点辣会比较好吃 对我觉得 不要全没辣 我觉得不仅仅是提味 而且真的还是会开胃 我觉得就会就是 扒了好多口饭了 对 好那所以你们这一个 这个妈妈咪亚的 所以听起来名字应该是 因为咪亚而取名的 这个店取名那时候 也是我想了蛮久 因为她叫我讲米娅 妈妈咪亚里面那个米娅 有这个音的存在 对 因为她结婚了 她当妈妈 所以妈妈咪亚 曾经我们有遇过德国 我们也有外国人来吃 真的 是 那时候都 而且我们 因为我老婆她英文很好 我们都经过台南市 市政府英语标章认证过的 还有清蒸 双菜单吗 是的 我们还经过 现在就是去年经过清蒸 哈辣的认证 是市政府认证过了 所以就是也会有外国朋友去常见 那你刚刚说什么德国朋友 他们有让你什么特别的印象 或者是建议吗 没有 他们 他们那时候有问说 因为妈妈咪亚在外国 好像意大利 他们说妈妈咪亚是 意思是惊叹好吃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用这个 用这个东西来说 妈妈 吃咪亚 妈妈咪亚 南洋料理 也是有这个含义 加上另外一个 妈妈咪亚好吃 这个感觉 所以那时候德国人 那时候德国人说 Why you shop the name is 妈妈咪亚 我说 所以那时候文物解释给她听说 原来 因为我的妻子 因为她的名字是 妈妈咪亚 妈妈咪亚 好可爱 所以她说 原来那是一个老夫妻 她来台南市这边观光 那所以现在这家店几年了 接近十年了 接近十年了 好久了 所以你们就是还满满意 终于有走出自己的一个创业路 你们的店在哪里 地址在哪里 我们在 你们应该是在FB都可以搜寻吧 是 所以就是打妈妈咪亚就可以了吗 是 妈妈咪亚安平 安平 安平吗 安平 Google现在Google地图 跟Google搜寻 就台南安平 台南安平妈妈咪亚 对 那如果说你想要吃辣的话 一定要注意 要先要有心理准备 看是怎样的辣度 跟蒋先生 跟这个咪亚来讲 一下 好 那也就是走过了一个十年 算是一个里程碑 也希望你们越来越 越走越顺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去 去店里面尝尝你们的美食 嗯 祝福你们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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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